中文字幕——YK 第四步 阳谋春秋 第六章 子楚还国 武齐越过仓谷洗谷口 前行二十里便要进入武安房区 马队刚刚进入一片黑油油的胡杨林 其次里马蹄奔腾 遥遥传来一声长鹤 前方胡口 勒马慢行 勒马 吕不韦嘀喝一声 武齐未及挺稳 其次马队已经风驰电车般 隆隆卷到面前 微微雪光之下 但见人人黑铁面具 坐下战马皮夹裹住头身 手中战刀一片清光 威猛森森一片杀气 吕不韦惊讶喘息着尚未开口 当前一骑已经铁塔般 处在了身前 吕不韦 情势有变 我安道 已经重兵把守 张网以待 快随我来 吕不韦冷冷道 静云 你我有约 你当帅诸位义士 东入奇果 吕不韦 我等任侠 操守无需多说 快走 黑铁塔面具后的声音 带着尖锐的嗡嗡阵响 吕不韦却没有动 静云 你如何知道我此犯行踪 铁塔面具嗡嗡又起 口气严厉果决 吕不韦 大义当前 琐事何论 除非吕不韦自毁大计 否则不要争执 说罢 不等吕不韦说话 转身便是 威严不容辩驳的军令 吕弓 五旗聚中 越剑五 甩十八旗护卫 主力马队 各城追行三旗阵 四周散开工尾 少三旗 前行三里探路 吴沟 九旗断后 沿途 但以寿命为好 不得出声 骑马 一阵隆隆如雷的马蹄翻滚 吕不韦武奇 不由分说 被卷进了马队 狂飙般 卷出了密林山岗 没入了 雨雪交加的 沉沉夜幕 六 长歌当哭蜥蜴 大义和尚 黎明时分 宾客散去 平原军 方才疲惫上他 一觉醒来 满是白亮 不禁一惊 连忙下榻 来到廊下 却见北风呼啸 大雪飞扬 夜来雨雪交加的 开春正后 竟陡然转向 回来再看 铜湖低漏 那只竹针 正正地指着五十 还来侍女 问可曾有过军报 侍女回说 没有 平原军 吩咐被汤沐浴 热水泡得一时 患上 已经被风鱼的 侍寝侍女 在怀中 捕得温热新香的 细软细麻布短装 再披上一件 绒毛足有三寸的 白胡球 平原军 方才精神抖擞地 坐在寥炉旁 开始用餐 虽然已经年欲花甲 平原军 赵盛 却是老当义壮 雄风 不减当年 美犯 比大吞一只 肥羊腿 六张厚胡饼 三声 老赵九 今日 静候佳音 平原军 分外舒心 兴冲冲 将专职示范的 金发狐女 拥入怀中 折腾一番 而后 不亦乐乎开支 主军 赵地老将军 急报 主叔急匆匆 进了膳室 念 平原军捧着肥大的羊腿 头也没抬 我军 如令张王 日夜无祸 赤猴探查 一马队 于清晨雪雾中 越过张水 进入玉宇谷口 快捷隐秘 不似商旅 末将以为 吕不韦逃赵 请令定夺 当浪一声大响 飞扬腿砸在了 铜顶盖上 平原军一把推开 围在大腿上的 金发红旅 豁然起身 立声连串鹤令 传令赵地 当即飞骑 插往静阳关道 守住玉宇宫 无论何人骑队 不许越过静阳 百骑立腹仓骨戏 庄中人等 一体拘拿 胡马飞骑 整装待发 三道军令出口 朱叔嗨的一声 转身便走 却与大步进门的 门客总管毛遂 撞个满怀 毛遂前来禀报 苍古西庄园 与营艺人宅底 都是空无一人 鼓鼓猎户 说昨夜多有马蹄声 吕不韦与营艺人 肯定已经逃走 岂有此理 一声怒吓 平原军骤然变色 方才还心怀侥幸 他要等待 苍古西有回音后 再做决断 以免落得 临时慌乱的笑柄 尤其是姓林军 在邯郸 每出大事 士林国人 总拿姓林军 与平原军比对 进而滔滔不绝的 议论战国四大公子的 种种短长 自己若处处 落得口碑下风 在山东六国 会失了人望 四大公子 以邦交合纵抗秦 共保成名 若没了六国 共同认可的声望 在赵国根基 也会跟着松动 平原军 如何能不上心 可巧姓林军 昨日有言 问他 何不今夜开始 他回答的 那般笃定 其实 是从心里 一直写示着 这个吕布韦 一个 与他多年 交接兵器买卖 从来都是 满面春风 严不设政 只会算计 钱财得失的商人 能有几多 处置大势的军国才能 卷进邦交政事 无非不自量力而已 为其如此 平原军对吕布韦 从来都是给足面子 而不做石交 给足面子者 赵国需要此等兵器大商也 不做石交者 王族贵胄 与俗流商骨 不可同日而语也 虽说早早便盯上了米奇 移上了营艺人吕布韦 可他偏偏就是不收王 他要尽情戏弄 这一般不知天高地厚的谋政者 要叫秦国将这段 蠢公子蠢商人的身价 抬得天一般高时 再亮出他平原军赵胜手中的 囚龙钥匙 你纵天班价 也须得向我赵国 来讨个活人回去 活活不到 营艺人不是太子嫡子 囚禁他杀死他 突然中恶 招来天下骂名 还给秦国留下了一个 随时都可以起兵发难的借口 平原军非常清楚 营艺人渐渐献出储君人选之事 赵国便不能肆无忌惮地杀寡了之 此重要害在于借既定的囚局人质之变 恰他好处地 要挟秦国 不失时机的 定力永久盟约 确保赵国不受威胁 可赢记这个老匹夫太过狡诈 硬生生 将个王孙人质 撂在赵国不理不睬 让赵国无处着力 要与此等老孝斗法 自要奈得性子 你不理我也不理 使之死老虎也要志在赵国 直到这死老虎变成有价值的王老虎 人质本意 原是以王子王孙为质押 保证出智之国 不犯受智之国 若有禁犯 受智国可名正言顺地处死人质 当年秦国为了麻痹赵国 也为了破开山东合纵 派出敌王孙身份的公子义人 到赵国做人质 可不到几年 秦国便与赵国展开了一场 旷古未有的长平大血战 照天下公礼 赵国杀死赢一人天经地义 可赵国没杀 因由是平原军立主不杀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平原军的洞察逐赵 为其不杀人质 秦国失忆于天下 而有所顾忌 列国合纵抗秦 则成大义之举 如此可保奄奄一息的赵国喘息过来 平原军的生谋远虑 获得了山东六国有识之士的忠心拥戴 一时与姓林军成为抗秦中流砥柱 十多年之间 平原军最充分地利用了这只人质死虎 云准吕不韦之情 许赢一人不出邯郸 以自由身交由走动 赞同姓林军推波助澜 使盈一人成为名士而不动声色 秘密探知了吕不韦 居赵入秦之动机而浑然不觉 平原军等待的 正是盈一人成为秦国关注的重要人物 终于等来了这个时日 秦赵邦交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化 秦赵两国的商旅之路开了 秦军不再多多逼人的袭击上党 骚扰赵国了 恰在此时米奇入赵 平原军本能地预感到 与秦国邦交大战的时机到了 此时此刻 却突然消失了两个要命人物 非一所思也 胡马飞骑 老夫轻追 瞬间愣着平原军 铁青着脸一声大喝 飞扬的大雪 陡然收杀 半夜红日 从厚厚的浓云缝隙 向茫茫雪原 洒出刺眼的光芒 红色胡府马队 隆隆雷鸣般 扑出邯郸西门 风驰电掣直向西北关道 这是平原军的护卫清军 天下赫赫大名的 胡马飞骑 骑士两百 人皆精壮猛士 马皆雄俊无匹 人手一口 赵武林王创制的 四尺长厚备战刀 一张王公 一胡 二十只 铁足长剑 一把金铁打造的 近战短剑 美骑士配备两匹战马 轮换骑程 长途奔袭追击 遂是快捷迅猛 无与伦比 平原军九势纵横 常在列国间奔走集物 行之第一要物 便是一个筷子 这只快马成军三十年 骑士战马已经更换了三代 人马竟皆年轻力壮 中原大地之内 任你艰险骑驱 从来都是电闪雷鸣 朝发夕智 今日大举出动 声势自是惊人 引得邯郸国人 争相追出城来 引颈观望 眼见挨挨白雪中 火焰般马队 弥天烧去 处处一片惊叹 一截赵迪军报 平原军便料到吕不韦 是要出玉与峡谷 经静阳外山道 进入秦国的 河西军离石要塞 就事而论 在此之前 平原军确实想不到 吕不韦会走如此一条 险霞路径 他的预料是 急获吕不韦要逃 也会走无安府口行上党 从河东入秦一线 吕不韦是商人 这条路径虽然远了些 但却是商旅道 所熟悉的路径 尤其是 得到吕不韦曾经两次派马队 走这条路 运货入秦的密报后 平原军更加确信无疑 派赵迪 率三千精锐骑兵 守住武安之俯口行的 各处要爱 为的正是 要在上党之前的 赵国老本土 布下罗王 以防吕不韦外衣出逃 而今 吕不韦非但抢得 半夜先机逃走 而且走了这条 只有大将之才 方能想到的路径 尾时是平原军 所无法预料的 该于此路 欲于谷横耿当前 速来 险霞车马难行 在马夫君 赵奢 血战盛情之后 其险名更是招住天下 商旅运货 虽也图境变 终是要车马牛 一行货物安全 从来不走 这条车不能方轨 马不能并行 人入其中 如同洞穴的 险道 只有江兵 轻骑奔袭者 才以此路为上选 根本原因 只有一个 欲于谷 人马过多 反而施展不开 但有一只精锐马队 冲破阻拦 此路 是入秦之 最近变道 当年 秦将胡商 从欲于谷攻赵 为了便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逼近邯郸 马夫军 清兵奔袭 欲于谷 死战 截杀秦军 为的也是 咽喉地带 最能出其至胜 这个吕不韦 竟能从此路出逃 足见其 有兵家将才 毛遂急报之后 平原军 骤然清醒 幕下 已到最要紧关头 再蔑视这个吕不韦 只怕 多年筹谋的 宝照大计 要功亏一篑 亲自率领自己的 狐马飞骑追击 是一定要在 靖阳之前 拦截住 两个要饭 金鱼马队 出了仓谷西 一路西北飞驰 陈锡出路时 便到了 玉宇谷口 秦兆为敌后 玉宇谷 成为 与井口行 及武安 并列的三大要塞 之所以成为要塞 便在于 它是邯郸与 靖阳之间的 最便捷通道 秦国 从河西的 离石要塞 出兵 越过 京阳东来 若 玉宇失守 一日便可抵达 邯郸城下 为其如此 玉宇谷出口城堡 始终驻扎着 五千 长鱼防守的 重甲步兵 中段 一道石器长城 飞驾两山 有三千配备 大型弩机的 弓箭营驻防 入口城堡 则只有两千 青旗兵驻守 一千古内 一千古外 这是赵舍 在玉宇之战后 提出的三段 防守谋略 当年的赵惠文王 欣然赞同 从此变成为 玉宇要塞的 防守传统 吕不韦 久闻玉宇要塞 壁垒森严 一路只疑 或者百人马队 如何冲杀的过去 担心是担心 吕不韦始终 没有问得一句 他熟知 金云的将材谋略 自己锅造絮道 只能涂乱军心 当此最危急关头 放手随他调遣 才是最明智的抉择 大雪飞扬迷离 天地一片混沌 吕不韦 突然听到 马队中一声低贺 所有战马 疏忽间 变成了从容小跑 前队少探 同时飞出一骑 冲向 矮矮高山 举着一支 灿然声光的精灵剑 摇摇高喊 平原军令箭 摆棋队 吉父 积阳药物 喊声未落 人马踪影淹没在了茫茫雪雾之中 片刻之间 半山中 一声响亮的铜锣 接着是一吼 马队过 飞越山口时 吕不韦才在蒙蒙沉袭中 恍然注意到 身边马队疑似胡服皮甲 与赵军一般无二 心头不惊 猛然一热 金云既能将平原军的金令箭打出 且经过了赵军辨认 必然是有备而来 如此一想 自己的行踪消息 与诸般谋划 金云也是早早留心了 既然如此 金云为何不说给自己 唇也 心面一闪 吕不韦暗自骂了自己一句 金云若是先说了 其实胸有成算 且与马队有遣散之约的自己能接受吗 分岸思绪之中 马队进了天下文明的玉语数学 马夫君赵舍将玉侠谷叫做数学 实在是名符其实 两山绵延佳致 谷底一线迂回曲折 石油突出岩石磕磕绊绊的羊肠小道 两边山坡 陡峭陵墓 苍莽怪石 临循洞窟 散乱密布 任你车马入谷 只能一线独行 然则 这只马队却是奇特 不见任何命令 也没有骑士下马 一进谷口马队 便悄然成了单骑贤尾 踢声踏踏从容走马 所有的路障都被极为灵巧地躲了过去 便是吕不韦赢一人两棋 在马队越剑舞 用一只长杆 恰到好处的指点下 也走得十分顺畅 走到中段 非常城下 已经是将近五十 飞扬的大雪 将峡谷五兆的温暖寂静 竟使吕不韦生出一种奇特的新未来 娇艳令箭之时 马队停息了片刻 还是没有任何命令 所有的骑士都打开了跨在马径下的草料布袋 在战马的呱呱咀咀嚼中 骑士们也解下马奶子皮囊与干牛肉 无声而快速地完成了中途战犯 吕不韦是后来才想起这次战犯情景的 骑士与战马都单裂 物质不动 谁看谁都是背影 谁也看不见谁 多少年之后 每当想到峡谷大雪中的那一尊红色背影 他的心都是一次猛烈的颤抖 越过中段非常城 古道稍显宽阔 马队立即变成了时而两骑并行 时而单骑成列的小跑 前后游动交错如流云飞雪 哪怕是几步几丈的极短的宽路 也被最充分的利用着 不消一个时辰 马队通过了最北的出口城堡 又翻过了一座不很高的山头 前面是最后一座孤立原野的高山 翻过山头下到破底 便是宽阔的静阳关道 以这只马队的雄剑角力 放马飞驰 天黑时分 抵达离石要塞 该当是万无一失 一生长虚 尚未吐敬 身后山谷 隐隐一阵沉雷滚动 方才已经见谅的天色 木然间 同云四合 昏暗悠悠 春雷暴雪 一树也 在吕不韦一闪念之间 马队中 陡然传出一声低贺 赵军飞骑队 月见五 三骑护人脱身 马队 埋伏截杀 吕不韦 尚在愣证之中 坐下骏马 已经闪电般 飞向最后山道 一进玉宇谷口 平原军便知道了 前行精令舰赵军 必定是吕不韦的马队乔庄 一时不及身斥守军 只大喝一声追 飞骑队鱼贯进入峡谷扬长道 道德中断非常成 入口守将 带着一千骑士 从后赶来 平原军恼怒呵斥 人多何用 要的是能追上 回去 本期的大秦帝国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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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